今天的信息是跟從神的價值觀 其實人生的方向是怎樣決定呢? 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譬如一個人決定,人生最重要是錢 他一生就是追求錢 但追求錢就會得到滿足 很多人都說的說話 錢又不是萬能,不過沒有錢就萬物不能 但其實我們跟從神,我們一樣是有錢的 跟從神,神就會給我們的 單是追求錢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很有錢的 我在醫院見過一些人,非常有錢 但他的身體情況很嚴重 我見到一個人,他非常有錢 他家裏也是政界人物 他臨終時都有頗長的時間,非常辛苦 真的很辛苦,他全身發紅 他爭取又不是爭取,你看到他 他真的很痛苦,很多人探望他 他自己是政界的人物 他自己有很多錢,他的子女有很多錢 但在他最後的家裡是很辛苦的 我見到他,我只有一種憐憫的心 他雖然有錢,但他同樣在痛苦裡 錢是重要的 不過錢是一切 其實有神也有錢 我親的神 本來當我太太離世的時候 我的錢應該是用完的 但神又是預備 神將各樣的封城的恩典加在我身上 很多東西,只要我們走神的路 神就會將封城的恩典一次做一次 第一就是我的同學 他們很多不是信耶穌的 但他們居然出於愛心去幫助我 這也是神的恩典 神感動他們 神會感動,不信耶穌的人都會感動他做這些事 他們是出於很大的愛心 我心裡面很感激他們所做的事 也有其他來源,有人的奉獻支持我 以至我現在有錢去做我要做的事 甚至上次去戀宣的時候 阿傑和文言都沒有錢 我也是跟他們出機票的 正如第一次 但是上次的時候 也有很多不同的奉獻 神會在經濟上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的價值觀定在神那裡 所有其他事情,神都會幫助我們 譬如有很多人的價值觀 譬如我自己來說 我自然傾向 在我小時候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讀書夠厲害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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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小時候 不是普通的聰明 而是智商很高 在我小時候 我是很體重 智商很高 做事很厲害 但是我自己發覺 當我信耶穌之後 當我跟從耶穌之後 神就把這東西賜給我 當我肯給神用的時候 神真的賜給我很多東西 都學得很快 是出於神的智慧 譬如彈琴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怎樣彈 但我自己彈了之後 別人問我怎樣彈 我教他的時候 我才發覺神在教導我怎樣彈琴 有很多東西神都會幫助我 我還看到 在十幾年之前 有時候我講話 忽然間忘記了我講什麼 我試過那個情況 講道的時候 死了 忽然間 要想一想 講什麼 但我過了十幾年之後 聰明充滿之後 反而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存在 我覺得神在凡事上 會祝福我們 我定了是神的時候 他所有的事就會祝福我們 如果一個人只是定在我 要聰明 我要聰明 要聰明 反而他未必這麼聰明 但神賜給我 真的每一樣東西學的 講英文 我又講得好 講普通話 現在未到 但是進步得很快 彈琴 打鼓 彈結他 我每樣都學到 我每樣都學到 這就是神秘的聰明智慧 你單是追求聰明智慧 你得不到 但你追求神的時候 一樣都得到 很多事情上 和事情的順利 我很希望大家 每一個人都是 即是能夠 我將我的價值觀 放在一個 一個對的位置 一個好的位置 一個正確的位置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你 凡事都祝福你 因為祂是必然祝福的 在聖明基督有講到 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神的祝福就會跟著我們 我們所做的事 都會得祝福 但當我們不跟從神的時候 就作是會臨到人身上的 在很多國家 我們看到 他沒有跟從神的時候 他是經歷很多很多的困難 但當我們跟從神的時候 神是會將恩典致給他們 但最終的祝福就是 永生 就是身天身地 但凡是跟從神的人 神在你生命中 就會將各樣的福氣放在你身上 你自己去試一下 去試一下 試驗一下神 讓神祝福你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神的恩典臨在你身上 譬如聖經有講到 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很多人覺得 是否搞錯的十分之一 我們收入的十分之一 奉獻給神 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傳言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以此事事我是否打開天上的窗戶 傾覆於你們 以致無處可用 但很多人不相信這 但我自己 我信耶穌就開始做了 我開始做的時候 我發覺很奇妙的 其實我家庭是非常貧窮的 我家是很窮的 但居然在我這樣的環境之下 居然有人會幫助我 來到美國讀書 我來到的時候是沒有錢的 是沒有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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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人幫助我的 但我第二年 我已經有錢給自己學費 神的恩典很大 又讓我能夠讀到兩個碩士學位 神也可以祝福大家 我希望大家 你的價值觀定在神上 有很多人 信耶穌 耶穌救我 但思想模式是跟世界的 我今天有很多東西 是想大家去看思想模式的改變 你只信耶穌 你得不到神的祝福 因為聖經講明很清楚 是我們遵從祂的 你看聖經很多次遵從 遵從的時候 你的價值觀改變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改變 我希望大家 都會價值觀從裡面的神 我會跟從你的價值觀 跟從你的路 神就會將恩典賜給你的 我們現在看看 第一就是錢財 大家不用看 除了我講經文之外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時候看著 我反而不投入 我想你聽著我說 很多人覺得錢財一切 而且錢是我們追求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錢 到最後幾年就很慘 所以很多人很害怕 就儲了很多錢 但有時候儲了很多錢 你多少錢都好 你知不知道 一有癌症的時候 你多有錢 曾經有個醫生說 他就算是總統 他有癌症 他用自己的錢去醫 他不是用燕疏的錢去醫 他全部的錢都可以沒有了 即是 那些錢的數目 是非常驚人的 即是一晚在醫院 可以是三千元美金 哇 你說三千元美金一百 即是你想像不到 那些癌症可以是幾萬元美金一次 根本我們不能夠想像 你所有的錢 全部都可以沒有了 但神祝福你 能夠健康一路到最後 然後呢 不如現在讀一聲 好 上天后了 他應該能夠最後 我祈求 就是最後一日 我都能夠為人祈禱 有神的能力 有神的祝福 到最後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 你在我旁邊的人 我都會叫你 按手在我身上 有神降臨在我身上的時候 去折我的時候 能力很大的時候 神的恩膏都會留在你身上 讓你經歷到神很大的愛 這是我祈禱的 當我離世的時候 都是祝福的 不是用很多時間 現在很多人 我見到很多人 很長命 八十歲、九十歲 甚至一百歲 不過他病得癱癱 又講不到話 又吃不到東西 又很辛苦 其實就算有錢 都得不到一切 但是當你有神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你 很多人很害怕 死了 最後幾年 中國人也很緊張 要買屋 那買屋 是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當你可以的時候 但是很多人不奉獻 他做所有事情 全部的錢 兩個人的結婚 所有賺的錢 都計算在內 我們可以供這間屋 他們又要供這間屋 他說 因為我給租的時候 我是虧錢的 每個月給了別人 但如果我供下去的時候 我就會有錢 但其實這個思想 就令到很多人 他一生人就是不斷地供 如果當其他人沒有工作的時候 他又很慘 而且你以為供得很好 其實當他給地稅的時候 發覺地稅跟別人租屋差不多 當他這樣的時候 他真的覺得 他是買屋 買屋是自己的 但當他用的錢的時候 也是用很多錢的 所以這個未必是一個最好的 所以你求神帶領你 而且這個世界有多久的時間 我們不知道 如果你單是尋求錢的時候 這個世界有什麼 所有的過去 我剛才有機會見到一個人 他是財政的 就是幫助人 那他就是幫助人 那我說 是不是那些人多錢 你現在幫他投資 他說不是 是說現在的人 都虧了錢 怎樣幫他有剩下的錢 可以他餘下的生活 可以生活 可以有退休 可以有錢 他現在幫助人 是他經過財經風暴之後 經過的困難之後 怎樣幫助他 他說現在 歐洲的國家 就是面臨破產的 一個他說 希臘已經破產 然後其他國家 也是面臨著的 美國的經濟也是走下坡 他說 現在經濟的情況 他自己看 他就看不到他回頭 他看到是一路走下坡的 現在的人欠了很多錢 所以銀行欠了很多錢 買屋欠了很多錢 信用卡欠了很多錢 我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 信用卡 真的不要用信用卡借錢 因為 你給的利息 他說是比較高的 一年可以給150%的利息 如果你借1000元 你要還2500元 如果你再不還 打一年 又再踏上去 有些人欠1000元 就買手機 買iPad iPhone 買電腦 然後 價錢一路提高 他提高 這電腦可能一整萬元 如果利息一路加進去 他給不到 他一路給不到的時候 他就可以破產 但是以前破產 你就可以全部的債沒了 現在不行 現在你破產之後 他一路追著你,你去到哪裏做工,他又會給你拿在你做工那裏抽出錢 即是不能走雞,但美國人很喜歡,即是公屋又不公,放棄,那些credit card不付錢 但其實一直追著你,我鼓勵大家千萬不要用credit card借錢 這是你進入一個債務的困難,一個很容易的方法 如果你想進入一個無限的深淵,就是credit card借錢 如果你不想,你就要不要買的東西,很多是不需要的 一個最基本的免費的電話都可以的,那些都可以用的 很多人都會追求錢,但在《聖經》中講到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節一起讀 人若賺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煞十方換生命呢? 這個少了一個人字,我credit的時候少了 即是一個人,很多人追求世界,賺得全世界 但賠上自己的生命,但沒有了 將來你落地獄,你用什麼換生命呢?是沒有的 當一個人流死的時候,他沒有一個換到他的生命 如果一個人要進入地獄的時候,他沒有一個換得回來 有些人在網上也有些見證,就是他很有錢或者很成功 覺得自己是無神論者,自己很厲害,我靠自己 其中一個是無神論者,他說他臨死的時候 他曾經想過,到底基督徒說是否真的有天下地獄呢? 如果真的有天下地獄,如果我真的落地獄就怎麼辦呢? 他就開始去想這個問題 他可能也開始想耶穌幫助他,但誰知那時候他就死了 當他死的時候,他說我完全不是進入那些人 進入一個很輕鬆的狀態,他說完全不是 我完全是一個痛苦,懼怕的狀態 在一個黑暗和懼怕裡面 但他在那時候,他就呼求耶穌 他居然,他就回頭 他就在一個影片裡面,他作了一個見證 所以,其實我們首先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賺得全世界,而所有的都沒有了呢? 我們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不是追求世界,而是追求神的仇 我們的生命,神是必然祝福我們的 好,接著呢,第二件 很多人追求是成功 成功就是,我要試成功,我要什麼成功 我很多人的成功,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就是成功 就認為成功就是一切 你看電影也是一樣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以前有看電影 現在差不多是 只是有時候走過,人家在看的時候會看 根本是沒有看電影的 沒有看電視的 我記得那時候,很喜歡的就是 尖士邦 尖士邦,很威碎 很聰明,很聰明 很聰明,什麼事情都做得很聰明 什麼事情都做得很聰明 不是每一次,很多事情都做得很聰明 遇到那個犯罪的人,怎麼遇到呢 在賭場 在賭場 在賭場那裏 那他呢,這個 尖士邦一賭錢的時候 哇,竟然贏了很多錢 那個有錢人就支了很多錢給他 然後這個有錢人 那個犯罪的人 那個女朋友呢 哇,見到尖士邦 就很喜歡 又見到尖士邦潛入這個人裡面 哇,這個女人竟然幫他手 後來改變 不幫他的男朋友或者什麼關係 竟然幫了尖士邦 於是尖士邦後來他就很成功了 即是他的故事裡面 全部都是這些成功的事情 當我看電影的時候 一看電影就覺得很陶醉 很喜歡這種成功的心態 但是其實呢 世上的成功都是要過去 挺有錢的人 我見到一些人很成功 我見到很多中國人 你猜他臨死的時候會說什麼 我問他 他自己說 他說 現在都很病了 我隨時不如快點死 還好 如果要打針 打針就快點離開世界 還好 很多中國人跟我這樣說 那我就問他 我說你怕不怕 有沒有擔心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兒子都賺錢了 因為現在我的孫子都讀大學 我的孫子都做工 都很厲害 孫子都結婚 有塞 他就很滿足了 他覺得人生的成功 就是我生到兒子 每個人都有工作 這就是他認為的成功 但是他自己離開世界 他就不會面對這個事情 我希望大家看到 世上的成功 只是短暫的 到有一天你多成功都好 我見過有些人他退休 他退休不夠一年 他就病了 現在很嚴重 有時候是癌症 有時候是心臟病 有時候是糖尿病 有些嚴重的病 結果他開始 他整個人就完全的生命不一樣 譬如洗腎 每個星期要洗三次 一個星期 每一次他洗五六個小時 他的時間 有三天就給了洗腎 人而且身體是越來越不好 很多人他成功是怎樣 但到他離世 他年紀大的時候 他就變了走這條路 但我們走神的路就不同 我們現在看看創世紀39章 聖經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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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順利,若失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事後他主人,並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務,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裡。 自從主人派若失管理家務,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華就因若失的緣故,似福與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裡和田間一切所有的,都蒙耶華似福。 這裏講到,當他體重神的時候,神就將成功給他們, 在你的心中,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呢? 你的心中是否錢是否重要? 是否覺得錢是你的生活目標? 成功是否你的人生目標? 在這裏講到,當你有神的時候,神就祝福他所做的事情。 我們再看一個經文,第二節那裏講到, 他説若失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 其實呢,若失呢,他是講希伯來話的, 他去到埃及的地方,他不懂埃及話的, 但他去到那裏,首先要學埃及話, 但在學的時候,你想一下,你會學得多快呢? 因為他已經是十幾歲了,他不是小孩子, 小孩子很小的時候,他學語言就學快點了, 但十幾歲的時候是用思想去學的, 但神祝福給他,他都能夠很快學, 他一做事做得很好, 他才能夠去主人寬理他, 因為他真的有神的祝福, 他説耶華就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即是他所做的事, 他是他耕種, 哇,那些田地出產特別多, 他養牛羊, 那些牛羊又生得很健康, 那些牛羊有病, 他照顧的時候,那些牛羊又好起來, 即是他見到他做的事, 樣樣都順利, 這個主人在那裏, 哇,這個人這麼厲害, 他做了什麼,什麼都好, 這就是藥室,即是神在他生命中的計劃, 不是的, 在每一個人身上, 你現在和隔壁那裏說, 神在你身上計劃, 是要大大祝福你的, 你和隔壁那裏說, 希望你會走在這個計劃裏, 希望你會走在這個計劃裏, 神這個計劃很討厭, 真是, 神是真的會祝福你, 凡事順利, 每一件事都順利, 然後, 他主人建議我華, 與他同在, 有建議我華, 使他手裏所辦的, 盡都順利, 每一件事都順利, 日式就是他主人眼前蒙恩, 事後他主人, 於是在他主人眼前蒙恩, 因為他做了每一件事, 得到神的祝福, 每一件事都盡都順利, 那他主人派他管理的時候, 那自從他派他管理之後, 有什麼後果呢? 他就所有的事, 也就是說, 因為若失的原本, 就賜福這個喇叼人, 他就所有的事, 不僅祝福他, 也祝福他的上司, 所以將來你做工的時候, 不僅祝福你, 祝福你的公司, 神是會祝福你周圍的人, 求神幫助我們, 你看到成功是什麼? 你走神的路就是真的成功, 但走神的路不是只信耶稣, 是你將生命給耶穌使用, 無論你在什麼崗位都會給神用, 經常想到我如何祝福人, 將耶穌帶給人, 你就會發覺神是會祝福你的, 即是時時都說, 我如何去幫助人, 你又發覺神是真的幫助, 那我今天, 遲些可能會有機會看一個影片, 即是現在的時間關係, 在短暑段看到, 今次我們訓練那些人, 怎樣有聖靈的能力, 他們真的, 我看到很多神的工作, 很大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神在我身上的能力, 都可以在你身上, 你相信神的時候, 神會祝福你的, 走神的路, 神會祝福你的, 第三, 這是很多基督徒難過的, 英雄難過美人關, 有些人, 有些人, 英雄難過英俊關, 英俊關, 不是只是美人, 那些人, 英俊的男孩, 或者不是很英俊的男孩, 只要有人追, 有時候, 美人就難過男人關, 世人就覺得, 眼前的, 不用看, 眼前的, 這個男孩, 我不要, 第二天, 不能嫁, 很慘, 別人笑我, 覺得一定要嫁出, 這是一個普通人的觀念, 當然, 我知道很多人很想能夠結婚, 神在你身上有他的計劃, 你不用用你的方法去擔心, 但是, 如果不是神祝福你的, 聖經有句話說到, 在這裏下面有說到, 如果不是耶儒華建造房屋, 在下面的, 在六那裏, 六那裏, 詩編127篇一節, 我們一起讀, 若不是耶儒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 就枉然努力, 若不是耶儒華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 就枉然景勝, 中文數字就是六那裏, 若不是耶儒華建造房屋, 就枉然努力, 有些人不跟從神的時候, 會用很多努力去做一件事, 發覺是枉然努力的, 做完之後沒有國人作用, 但你是神祝福你的時候, 你就百事順利, 譬如我們在這裏, 這裏也是個神很特別, 祭天給我們能夠這個地方, 又能夠, 現在Jonathan來幫我們忙, 牧師也會派他的兒子來幫我們, 去彈琴音樂, 他兒子的音樂很厲害, Jonathan也會幫助我們, 星期六, 如果你有認識朋友, 想來學習的, 他在1點到2點, 他就會教的, 即是他的兒子, 他是很厲害, 他各種音樂都很厲害, 他唱歌也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有認識朋友, 你可以介紹他, 我可以幫助他, 即是神, 不僅僅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想這個地方, 不僅僅在這個地方, 並且有牧師的Favor, 即是他在他眼前蒙印, 即是他會幫助我們, 會幫助我們做得更好, 在你的婚姻上也是一樣的, 你求神祝福你, 神會為你開樂, 為你預備,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世人所有的, 其實很多人結婚是怎樣的, 結果後果可能很不開心, 很多人結婚之後很傷心, 很痛苦, 很多人想離婚, 其實這個世界上, 太多忍誘, 太多婚愛情, 太容易, 一個不信耶穌的人, 他上岸看什麼呢? 上岸有什麼控制他不看色情的? 你想想, 一個不信耶穌的男性, 有什麼控制他幫助他不看色情的東西, 是沒有的, 他上岸的時候, 他就會在思想裡面進到這些事情, 當他有一天就要結婚的時候, 當他見到另一個女生的時候, 他心就會忠然, 所以在未信耶穌的人, 不信耶穌的人的婚姻裡面, 是真的沒有安全感的, 但你走神的路的時候, 真的兩個人能夠跟從神, 你發覺, 我附導他很多, 我附導他很多, 發覺很多東西要處理, 整個人要成長, 即是拍拖, 不要以為你現在可以拍拖, 我現在也有十六七歲了, 可以拍拖, 其實, 一個人如果不成長的時候, 他在待人接密, 在愛心, 在幫助人, 為何了解人和人溝通, 在這些事情上, 他不成熟的時候, 他發覺很多很多問題, 其實, 首先, 我們應該自己建立, 自己的生命, 不是急於找到男女朋友, 而聖經所說的是, 信與不信, 言不相貼, 不要同負一騙, 聖經吩咐了, 信和不信, 不可以一起, 拉在一起, 好像兩隻牛, 一個騙, 附著他一起, 去拉過來, 是不行的, 不能夠平衡的, 一定家庭裡面沒有耶穌, 就是你會離開耶穌, 所以我求主幫助,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 真的行神的路, 首先是一個信耶穌的人, 然後我們怎樣去跟從神, 下面的經文說到, 哥林多前書六章二十節, 就說, 我們是從重教買來, 所以要在身子上回應神, 我們的家庭要回應神, 我們的生命要回應神, 我們的工作要回應神, 在提摩太前書三章五節, 就是人要管理自己的家, 當你不是信主的時候, 你經常吵架, 很多問題你無法處理, 不原諒, 憤怒, 很多問題不處理到, 但是有神, 兩個人可以一起去處理, 哥林多前書七章二十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這裡說到, 結婚不是犯罪, 不過結婚是會有結婚的痛苦的, 這是一個事實, 當然這個痛苦又多又少, 有些人真的很痛苦, 有很多人結婚是很不開心的, 有人是很開心的, 這是事實, 但是是比較少的, 這是一個社會的事實, 我們一起讀一下, 你若娶妻, 並不是犯罪, 處女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這等人的肉身, 必受苦難, 我卻願意, 你們會面者苦難, 即結婚不是犯罪, 如果神要你結婚, 你是要結婚, 那神也會, 你跟從神的時候, 神會祝福你的婚姻是好的, 但是當你勉強的時候, 可能你的痛苦是很大, 所以我鼓勵大家, 不要整個心想著, 我一定要結婚, 到那個年齡, 糟糕, 我家人經常說, 為何你還未有男朋友, 還未有女朋友, 說我介紹, 你認識好不好, 當你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 很容易進入世界, 離開了神, 跟從世界的路, 求主幫助大家, 去尋求神的路, 當你家人跟你說話的時候, 你自己在心裡, 你一定要有一個堅定的價值觀, 就不是一定要結婚, 要結婚一定是行神的路, 有神的祝福, 才是好的婚姻, 如果你很快去拍拖, 未必代表好的, 有很多男生, 最近有些人說, 有些男生, 認識一些男生, 現在不說是誰, 認識過, 我發覺, 原來他們想的, 都盡都是性, 那些男生, 有別人認識他, 原來他說, 我很想跟你女生有性的關係, 或者很親熱, 他說我以前跟哪個女生, 他想的都是這些, 因為他在世界上, 他所想的都是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世人, 我們眼光看到, 那些人跟你結婚的時候, 是否真的他會祝福你呢? 他只是可能帶來你, 生命中很大的問題, 即是以後都出不回來, 結婚一樣, 就很慘, 就是出不回來, 在基督徒來說, 我們不應該離婚, 變了你一直跟著他的時候, 但有些人, 沒有辦法, 因為對方有分外情, 又賭錢, 沒有錢, 又打人, 即是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到那個時候, 你沒有辦法, 這不是神的計劃, 求主幫助我們行神的計劃, 《歌歐詞書》七章三十九節, 這裡說到, 再嫁, 再結婚一起讀, 丈夫活在的時候, 妻子是被約束的, 丈夫又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隨意再嫁, 指示要嫁者在主裡面的人, 這裡說到, 他說到再嫁的人, 就要嫁在主裡面, 當然如果你第一次結婚, 應該是教或者取在主裡面的人, 這是聖經所吩咐的, OK, 接著是下一點, 其實先說婚姻, 我也想說回, 大家聽就聽很多, 但做, 你發覺是很難的, 因為當一個人有定力, 當我一見到一個人喜歡他的時候, 他都會迷糊, 跌在愛情的河裡面, fall in love, 他就什麼都看不到, 但求神幫助你, 你真是把神放在手上, 走神的路, 遵從神, 而不要在迷糊中, 就跟這個人拍拖, 而很重要, 就是不要用戀愛帶頭, 很多人, 世界上的人戀愛是怎樣的, 見到有人喜歡, 說他追你, 他約你出街, 那你就開始喜歡他了, 是戀愛, 即是喜歡了, 開始戀愛, 戀愛帶頭, 變成什麼呢? 如果我不是神的心意, 你都一樣跟他見分, 但應該是用神的心意, 尋求神的心意, 當你發覺有一個人對你有興趣的時候, 如果他不是基督徒, 你完全沒有開始的關係, 但你可以帶領他信耶穌, 但完全不要用拍拖的關係, 你可以帶領他信耶穌, 到現在是信耶穌, 你祈禱神的話, 感動你這個人是可以的神秘俊, 如果不是, 你就不要, 即是無論如何, 不要用戀愛, 一戀愛開始, 你就回不了頭, 我希望大家用神的心意, 而就算是基督徒, 兩位都是基督徒, 兩位都有宗意, 於是便開始伯多, 亦不是對的, 應該是祈禱的, 一路祈禱求神的大令, 神會藉著心裡的平安, 以及藉著各樣的事情, 你去問神, 求神, 如果是神的心意求主, 你親自帶領我, 讓我看到你的大令, 神會在很多事情上, 你逐樣留意的時候, 很多事情在你的內心世界, 神會感動, 以及感動對方, 以及在很多事情的安排上, 你會看到神的大令, 我希望大家都會在這事上, 尋求神的心意, 如果你在那時候有問題, 我希望你會問我, 或者問任何, 在這方面有經驗的, 跟從神的人, 好了, 第四, 就是世人認為享受, 就是人生的目的, 很多人不需要上班, 他可能會說, Monday is Monday now, 很多人會說, 然後到Friday, It's Friday, 即是他人生上班很痛苦, 就是他想享受, 享福, 能夠享受世界, 動起腳看電視, 就是享受, 其實動起腳看電視, 其實不是享受人生, 其實是一種被動的, 好像電視放射給你看, 這是享受的, 其實這個是不是很滿足呢, 不是很滿足的, 這就是世人的觀念, 滿足, 幸福, 在聖經裡面說到, 幸福是甚麼呢, 就是你去愛人, 你能夠祝福人, 以及有神的祝福, 因為你祝福人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人對你好, 在我來說, 我接觸的人, 我在現在網上, 有很多人跟我聯絡, 他們都很想我為你祈禱, 他們都會掛給朋友聽, 要先為我祈禱, 他經歷到甚麼, 他們也有些說, 那個人為我祈禱, 我經歷到甚麼, 他說不是單止我, 是其他人都一樣, 有些人在信仰上, 會問我一些問題, 也同時有很多人說, 很多閒聊的話, 我就會寫, 我說, 我是牧師, 我在網上, 只是幫助人認識真實, 我就會這樣跟他說, 有很多人, 他依然問很多問題, 但我就會, 不理會他, 因為我不想, 太多時間, 他會問很多, 誰來啊, 多少歲啊, 給我看看, 可以嗎, 可以嗎, 有很多這些, 這些, 我就會說, 我在網上, 我沒有時間閒聊, 但我是幫助很多人, 他真的得到力量, 是, 無論我去到哪裡的時候, 都, 每個地方的人, 是歡迎我一個大量聚會的, 我們去短宣, 回來之後, 那些人都說, 希望我們能夠再回去, 我希望我們, 大家都能夠有這個祝福的心態, 你不是牧師, 你不是像我那樣大量聚會, 但你去到的人, 即是經常想到, 同學, 我怎樣令到他開心一點呢, 然後肯定我的仇, 把耶穌帶給他呢, 我又帶給他回教會, 給他認識耶穌, 我的家人, 我怎樣能夠用愛心對他們, 讓他們看到神的真實呢, 雖然我家人很抗拒神, 但我堅持, 我每一次接觸, 都是幫助他的, 每一次接觸, 我都是幫助他的, 最近, 你見到, 有阿文言說, 有追見過, 我姊女來到, 我都見過, 有些見過, 有些沒有見過, 其實我弟弟到現在, 都不相信耶穌, 不過我弟弟在我地板祈禱, 他是經歷了神的, 而那次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為我弟弟祈禱, 我為我姊女, 我都忘記了, 因為我見過他第一次, 他為他祈禱, 後來告訴我, 他又跌倒, 感動, 很感動, 所以他很想回來見我, 其中一個原因, 他想去三文子, 他來到我, 我沒有時間了, 我要上班, 我只能帶你去聚會, 我有一天放假, 那天我可以和你去旅行, 但在其他日子, 我可以帶你去聚會, 他很喜歡, 他就是想你和我去聚會, 他在那幾天之內, 他經歷了神很大的工作, 神也使用我去祝福我的家人, 我希望你也有這種心, 你就會真正享受生命, 詩篇第十六篇第八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將陽華上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自遙動, 因此我們心歡喜, 我們靈快樂, 我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裏就說到親近神的享受, 親近神和祝福人都是享受的, 但是我將陽華上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就不自遙動, 你知道我們任何人都可以遙動, 我們任何人都可以收到壞的消息, 就算現在年輕人, 我親眼看到二十三歲, 男性死亡, 就是兩個朋友, 第二個怎樣, 因為他沒有來醫院, 但其中一個是, 我看著他, 最初他來到化療, 後來他沒有做化療, 後來他臨死的時候, 他就回家, 我看到他的男朋友, 是要找個輪椅推入, 看的時候他就暈了, 還有他媽媽也是, 真的很傷心很傷心,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失去, 我身體上是沒有把握的, 在這個時候, 其實神一個提醒, 神沒有製造癌症, 是人類的罪, 產生癌症, 人類因為用很多這些化學物, 很多不好的東西, 就是本來可以用自然的方法, 但是他不用, 他為了要很大生產, 於是用很多農藥, 很多不好的東西, 這些東西影響我們的身體, 現在很多人都有癌症, 我認識的人, 朱中東, 很多人都有癌症, 年輕的都有, 香港都是18歲, 最年輕的都有, 再小的都有, 有胃癌, 再年輕的都有,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捉住神, 神就會祝福你的生命, 帶領你前面的路, 他說, 因為神體我有誰, 就不自遙動, 因為事情發生的時候, 真的會遙動, 不是在你身上發生, 是在你家人發生, 一樣會遙動的,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看重我的生命, 我看重我的生命, 我吃健康的東西, 盡量心情輕鬆, 盡量可以有運動, 盡量可以有運動, 看空隙做運動, 那我怎樣去做運動呢? 就是我, 我上班的時候, 我就跑上去巴閘, 有車的時候, 我會搭, 沒有車的時候, 我就跑上去, 去到巴閘, 我就在樓梯那裡, 還沒到, 我就在那裡運動, 因為那個巴閘沒有什麼人, 沒有人跑上去, 跑上去, 又跑上去, 是我在空區, 因為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可以祝福很多人, 那我雖然是, 只是用很少的時間, 譬如, 我回去可以的時候, 我在, 不搭電梯, 我唯一搭電梯, 什麼時候呢? 如果我送一個病人走, 那個病人呢, 我就跟他搭電梯, 然後我上來, 但是呢, 平時我當然是, 走樓梯, 走樓梯當然是兩級兩級的, 就是作為一個運動物, 就是因為我的身體是寶貴的, 是神所體重的, 我會珍惜我的生命, 但是, 無論我們怎樣珍惜, 一樣我們可以有病, 但是, 神祝福呢, 神可以幫助我們, 有健康的身體, 因此呢, 我深歡喜我的靈化, 整個人輕鬆的, 那我不單止我快樂, 你看到, 你看到我們宣教的人, 真是很開心, 很憂傷的, 神都釋放他的靈, 我深歡喜我的靈化, 我欲身也都安然, 居住身體也都會有健康的, 我感謝神, 在我出生到現在, 我基本上是不用戴眼鏡的, 感謝神, 我有眼鏡, 我眼鏡是50度近線, 50度散光, 當我要看遠鏡的時候, 如果我駕駛車, 晚上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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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所以, 你幾歲就開始用老花眼鏡, 我便可以買了一個最低最低的老花眼鏡, 但現在看來又不用, 大部分的時間都不用, 神都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當你走神的路的時候, 神都會祝福你的, 好了, 第五, 好人, 好神的歡喜, 很多人都想要人歡喜, 譬如同學, 因為我們信耶穌, 我不敢告訴別人, 因為怕朋友不喜歡, 他不喜歡我這個朋友, 怕他知道我們信耶穌, 於是得不到他的歡喜, 很多時候就是想著, 我怎樣得人的歡喜, 經常去哄人的歡喜, 其實, 我們所有的恩典不是從人, 而是從神而言, 加勞太書一章十節, 我們一起讀,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喜是討人的歡喜, 我若研究討人的喜, 我就不是基督的伯仁妖, 即是你人生是否為了討人歡喜呢, 譬如有些人結婚, 因為父母經常說, 你要結婚, 你夠年歲了, 那你結婚, 是你父母結婚, 還是你結婚呢, 如果你為了父母結婚, 你是為了他而結婚, 很多時候, 我們都因為不敢, 說給人聽關於耶穌, 怕他不歡喜, 所以, 我們不把耶穌告訴別人, 我們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是討神歡喜, 有時候, 我真的明知我做的人不歡喜, 但我靠著神, 我就去做, 但我又不會故意令人歡喜, 我盡量和好, 還有, 如果我有錯百分之一, 我都會道歉, 如果有人錯百分之九十九, 我錯百分之一, 我都會道歉, 在處理上, 處理得不好, 譬如, 他做得很發脾氣, 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又有反應, 我都會因為我的反應, 而向他道歉, 我自己可以道歉, 我也會道歉, 有盡量和人無好, 第六, 就是靠人, 因為靠神, 人們覺得要靠人, 最重要是靠人事關係, 所以在中國, 很多人都要給黑錢, 要靠人事關係, 才可以做到事情, 很多人就是靠人, 但有些基徒堅持不用黑錢, 他就是靠神, 我們一起讀, 《詩編118》第八節, 《投靠耶我華, 強恥依賴人》, 《投靠耶我華, 強恥依賴王子》, 就是你依賴人, 依賴王子, 多厲害的人都好, 那人都可以有病, 大家聽過Diana, 王妃Diana, 好像很厲害, 她竟然嫁了查理士王子, 但後來她一樣要離婚, 王子帶給她什麼呢? 是離婚, 可能她一結婚發覺, 王子是這樣的, 其實她未結婚已經知道是這樣的, 她已經看到, 我相信, 我沒有很詳細認識, 我相信她跟查理士王子相處的時候, 發覺, 原來一個有錢的人, 和一個權有勢的人, 那種堅持己見, 她的硬頸, 她不關心人, 各類的, 我不清楚知道是怎樣, 我覺得普通人, 尤其當她做事成功的時候, 她很容易會很驕傲, 不看重人, 她不會關心人, 她未結婚, 可能已經覺得是這樣, 不過她覺得, 我可以做王妃, 多大都可以做王妃, 我明知道她有很多問題, 我也要做王妃, 但是, 當她結婚之後, 發覺, 越來越不對勁, 頂不住了, 離婚, 後來她又被狗仔隊追她, 然後她就撞車, 她可能覺得很好, 因為她和一個很有錢的人, 在拍拖, 但兩個人一起撞死, 即是說, 一切倚靠人是怎樣呢, 一切都可以過去, 我還記得很多年之前, 當我在報紙, 很久之前, 七幾年, 應該是七三七四年了, 突然報紙說, 李小龍暴斃, 我簡直覺得, 沒有可能, 沒有搞錯, 前幾天還在新聞, 看電視, 見到她, 不知兩三天見到她, 很沙塵, 誰知道, 見到李小龍暴斃, 即是那時候, 沒什麼可能, 因為那時候, 她很震撼整個香港, 整個香港, 即是, 人們都很風蛤, 看她的電影, 她在電影告白的時候, 她從來未曾有過, 一個功夫片的告白, 這麼強勁, 即是她的打法這麼強勁, 所以當時, 是非常震撼的, 首先, 我自己的弟弟先看, 他看過, 我沒有去看, 但剛才我看過電視, 原來她這麼厲害, 我當時都很, 看到她的功夫, 我覺得很厲害, 但當我看到, 李小龍暴斃, 是不可能相信的, 即是依靠人, 我認識一個人, 他曾經, 我在大學的時候, 當時她說, 她是李小龍的朋友, 她經過很多年之後, 她見回李小龍, 即是她初時, 李小龍也是起初, 後來她見到李小龍, 她又是練功夫, 兩個教拳腳, 李小龍一腳, 她一踢她, 飛出十尺之外, 即是一起腳, 當然她朋友玩, 她當然不會用盡力, 總之她就是, 讓她試一試, 讓她試一試, 那些勁多厲害, 她又跟李小龍說, 李小龍說, 我信不信耶穌, 但沒多久, 李小龍就離世, 結果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可憐的, 其實有世界一切又怎樣呢, 我希望大家看重是神, 不是看重世界, 最後就是審判,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審判, 西日就不是, 過了骨就是神仙, 總之, 沒有人看到你做錯事, 你就是神仙, 很多人有外語, 在外語的時候, 太太不知道, 她就覺得是神仙, 覺得好, 好像她自己得到她自己要的東西, 生命沒有想到, 要交仗, 但我們基督徒知道, 就是我們要交仗, 我們每個人都要交仗, 我們每一個時候, 你現在坐在那裡聽到, 你用什麼心態, 如果你說, 我先欺負一下, 將來審判的時候, 全世界都坐在那裡, 不是坐在那裡, 是站在那裡, 全部都站在那裡, 那你就看著你的情況, 那你就在那裡欺負一下, 你聽到訊息, 坦然聽到就進不了, 到時都看到了, 那些訊息, 一進到的耳朵, 就進不了, 就從左而入, 從右而出, 或者你的生命如何平日, 如何追求什麼東西, 全部顯露出來, 當在那時候, 我們會顯露, 神要說, 你是不是真的跟從我呢? 我希望我們真的會跟從神, 並且我們知道, 我們所做的事都要審判, 這個意念在我心中出現了很多次, 神提醒我很多次, 你現在做的事, 將來要審判, 你現在說的事, 你現在心裡想的事, 都要審判,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馬太福音十二週三日六節,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限話, 當審判你日子, 必要句句功出來, 要憑你的話定理為義, 也憑你的話定理為罪。 凡人所說的限話, 所有你和你的朋友說無謂的話, 甚至有時我們會說,阿牧師,阿J,阿民儀,阿祖走,阿祖遠, 這些隨便的說話,有一天就全部都供出來, 所以我們自己要想一想,我們講的說話, 講關於人的,我們真的要想,我們講的目的是什麼, 是否人的問題我們不講呢?不是, 講的時候是怎樣的說法呢? 是大家討論怎樣幫他,這個說法就是出於愛心, 但如果你只是為了去批評他的時候, 這個就是講人談話,但如果你譬如就算兩個朋友, 有一個朋友他現在在拍拖很有問題, 大家商量怎樣幫他是OK的, 但如果你只是說,看他都不會好,他那麼衰, 他現在又做什麼,看到男生又怎樣, 這樣說的時候,這個純粹是學閒話, 我們要求助幫我們,所有的閒話, 閒話要審,思想也要審,言語要審,行動要審, 然後看《啟示範》有一張八字畫, 《唯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有念的, 行邪信的,怪偶像的,為一切說謊話的, 他會的份,就在燒著流流的火狐裡, 這是第二次的死》, 講到我們所有的罪,當我們沒有神赦免的時候, 當我們不是跟從神的時候,這些罪,膽怯, 他不肯有信心去信耶穌,是懼怕也是罪, 因為膽怯是沒有信心,不信的,不信耶穌的, 可憎惡的,殺人的,淫亂的, 或者是思想的淫亂,或者看淫亂的東西, 或者是經常都掛念男女的事,行邪術,拜偶像, 看重任何一件事,多於神都是拜偶像的, 和一切說謊的,他們的份就在燒著流的火狐裡, 所以你說的話,句句都要討厭, 這次是第二次的死,是永遠在流口, 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審判, 就是基督徒所有做的事要供出來, 我們做的事是否在神年前, 是交帳的時候,是否神起穴? 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家看這張紙, 慢慢看,這張紙不是讓你今天聽的, 你回去看看你的價值觀, 是否潛在有多重要, 成功有多重要, 婚姻你的價值觀是甚麼呢? 是否有眼前的就是最重要呢? 是否你的人生是認為幸福就是歎世界呢? 討人的歡喜,討人的歡喜, 討人的歡喜, 靠人的靠神, 和我們要審判, 我希望大家, 真是說神, 我將生命交給你, 當我跟從神的時候, 神真的會祝福, 他是好真好真的神, 凡事祝福我們的神, 我求主幫助我們, 我聽到的時候, 有一種主動的心, 聽到有些這樣的心, 大家看看, 就是怎樣? 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 講一講, 快點講完吧, 什麼時候講完? 這個心態, 但你的主動的心就說, 是的, 我的價值觀是甚麼呢? 我的價值觀是體重甚麼呢? 我心裡經常想的是甚麼呢? 你經常想到的就是你的價值觀, 就是你重要的東西, 你喜歡的東西就是你的價值觀, 你的價值觀是甚麼呢? 那東西, 你可想一下那些東西, 是不是永恆, 是不是有價值, 是不是有擔保的, 是不是一定會好的呢? 是不是一定會好的呢? 你發覺那些東西, 很多是非常遙動的, 是沒有把握的, 而且你能看到, 我求主帮助我们,你真的决定把你的价值观摆好 当你的价值观真的行神的路的时候,神就凡事祝福你 你会一直看神的祝福,我希望大家跟从神 首先我们要多亲近神,多祈祷看圣经 天天赞你神,神的价值观就入你的心 你每一张这纸拿回你都去看,和看圣经去看的时候 圣经是会吸引你的,圣经会改变你,圣经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祈祷,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价值观调教好 你们愿不愿意,让神是你的价值观 在你的思想里面,时时都想到神 你同时耶稣说,耶稣说,求你帮我,时时都想到神 神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在我生命中施恩 帮助我走神的路,帮助我将这个生命给耶稣 将你生命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祝福你 你愿不愿意呢?因为你只是被动的 如果你愿意,你就举手你神啊,我愿意,求你帮我吧 你真的行动啊,不是我愿意啊,你行动神啊,我愿意 你将价值观放在神那里,不是放在人那里 你有没有一个人是有事 我们将价值观放在人,某些人我们觉得很紧张 他说的说话很紧要 但其实最紧要是说你放在神